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衣服呢 咱们是前两星期在上海的豆买的 在二层的一个角落 我还记得你当时 连价格都没有 直接就跟店员说要了 我还是偷偷看下价钱的 是1599 所以这个价格还真是不便宜 因为这个价格还真是不便宜的 因为这个价格是从澳大 而且他们在澳大利亚製作的价格 而且它的价格是超级的 我说你只要看它 要相信它 所以不要谈认它太贵 因为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 再加上这个漆皮的乔十一 一举两个 效果觉得有点炸裂 所以这件衣服的衣服是从HONOR23 非常好 它的材料非常好 素质 质素质 质素质 我身上171cm 我有一个M尺寸的尺寸 它是黑了嘛 所以我觉得外套就应该选一个亮点的衣服 我就选的是一个你现在最近最爱穿的Obey的白色的姚立绒外套 最后帽子呢 我选择的是来自Urban Outfitters的黑色的daddy hat 这个daddy的字样还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挺喜欢的 一到十 那我听听Rose给我准备的 我呢比较喜欢Oversrive嘛 所以我选的是XL的尺寸 但是对于其实我这个身高1米78 选的L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当时拿到手之前呢 我还拍的色谈会过程的呢 其实我多虑了 而且它的这个衣服的整体做工 针脚啊 走线啊 这些都非常棒 棒数呢 没够住 我就喜欢这种很厚重感 而且它的这个logo是在这个左下角 是皮表 做工用料 非常高级的感觉 I like it 非常棒的 而且我也选择了Pelly Pelly jeans 我真的不太知道这个品牌 但我认识你喜欢它 你也认识你会很高级的 水洗的感觉呢 让我很心动 恰巧我们有这个颜色的牛仔裤 而且呢 我还特别喜欢Baggy Saggy 所以这个是特别合适的 这个颜色的颜色 这两年呢 牢羽绒和文奥蓝都非常非常的火爆 我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去买了 可以说这是我的第一件 羊羊绒的夹子 厚重 薄暖 皮边的设计呢 我尤为中意 我觉得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个设计量 我觉得这套搭配呢 我非常满意 尤其是这个灰色卫衣 超过了黑色夹克的下摆 有一个吹灰渐变的层次 这个我最喜欢 那这套Rose给我准备的穿搭 大家怎么看呢 一到十打个分吧 这周大降温 北京的温度已经干到了零下15度 甚至更低 所以这第二次给Rose准备的穿搭呢 就准备的暖和了一点 首先上市呢 我配的是一个念三的绿色的卫衣 我觉得冬天除了黑白灰 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冷色调 比如这件深绿色 你知道我的肌色和颜色 在冬天中 我真的喜欢青色和红色 所以你做了一个好事 裤子呢 我选的是苏比和Kiss的一个 2020年的春季的一个联名 我记得当时呢 你买了两条 由于那个夹克略贵 所以我就没买 不过由于疫情的原因呢 直到三月底 咱才收到货 当时呢 你可是相当相当几种 有没有 我非常准备 他们来到这里 其实我一直在讨厌 我一直在讨厌 我一直在讨厌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品牌 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 在澳大利亚 我看了一些女孩的影片 我终于在讨厌 尺寸28 然后 那是一个好选 因为这两天 北京降温 特别特别的老 每次接你下班 都已经零下十几度了 所以我觉得 是时候剪掉脚牌 穿上这件 Jordan Women's的 2020春季款的 手面穿下看 Yes, you are right and I especially love the Jordan jacket because the insulin is really firm and it's one of the softest things I've ever felt and it's so warm I love it with all my heart 最后帽子呢 我给她选的是一个 粉色的Rip and Dip 中指帽 这个深绿色的内搭 我考虑的是使用对比色 比如红色 粉色 或者棕色 Yes, correct I agree and also the corduroy carhart hat you're wearing right now would work too, right? Yeah, for sure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outfit? Read it out of 10 那咱们再说说肉丝给我准备的第二套 So for the second set I picked the green future crew neck for you and actually, you know, you thought it was a bit expensive in the dough store So we got it after the fact There was one left And so, you know, I just knew that we had to grab it Otherwise, we would regret it forever So I'm super happy we got it 虽然觉得还是有点小贵吧 不过它背面的设计也让我联想起了这个Westworld 西部世界美剧的那个感觉 很科幻,很神秘 And with the crew neck, the green future crew neck I thought to offset it a dark pair of cuji jeans would be perfect Especially with the vibrant pattern on the back That's super cool JR酷子整体版型呢,很宽松很肥大 你也知道我有多喜欢这条裤子 而且颜色呢,也是比较深的 也是我最近刚逃了里边,我比较喜欢那条裤子 Cooji这个牌子呢 我估计大家应该都是从BIG的绕片里边得知的 因为他特别喜欢穿这个牌子 如果有朋友想要听我聊聊这个牌子呢 扣衣 我会讨论一下,这会出一些新的衣服 And I picked the Shawn John Outside Jacket for you And also I picked the Brown So Goods Beanie So they match really really well And it's also again super warm In the very very cold and long winter of Beijing 第二个贾客呢,也是从美国淘的中古 二手,千禧年左右的吧 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40到手 整体的感觉就非常的复古 而且呢,无论是面料还是颜色 都特别的让我满意 可以说去年一整年,这可能是我淘到最满意的单品之一了 而So Goods呢,就跟我们多说了 北京老牌的街头品牌的一个潮流店铺 咱们也是最近整个花几次的So Goods OK,那第二套穿搭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大家怎么看的呢,一到十的弹幕打个分吧 OK,那这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别忘了前头说过的抽奖内容和评论弹幕刷下来 OK,This is OG Kicks Hope you guys like it 咱们下集见 Bye Peace